大家好,欢迎来到Kennie Uly的漫游世界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波浪谷 波浪谷的山丘表面如柔软舞动的彩带 一丝一条的纹理分明 又如高低起伏的海浪,层叠相拥 如此神奇的自然景观 被许多践行者与摄影师列入一身必去的梦想清单 然而想要进到此地却是困难重重 因为波浪谷每日只开放20个名额 必须抽签获得 还好从2021年1月起 美国政府已增加了名额 每日最多可发64张许可证 抽中的几率高了一些 详细抽签资讯请看下面的资料栏 波浪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野外保护区的廊丘北区内 既然称作wilderness 那就是未开发的荒郊野外 这里沙岩形成层层叠叠的山丘 一片荒凉,要无人机 从停车场到波浪谷有一大段路是没有人公布到 也没有指标 抽中许可证后 BLM会记是二张照片及GPS坐标的路线图 出发前一定要仔细研读 学会看图认路 到波浪谷的起点是Wire Pass Trailhead的停车场 停好车,把停车许可证放在车内的仪表板上 再把波浪谷的践行许可证挂在背包上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就可以出发了 Wire Pass Trailhead也是到Boxkin Gold的起点 还好有带GPS,差一点就走错路 到波浪谷是朝布告蓝的方向走 布告蓝旁有签道部,不要忘了签名 万一迷路了,园区管理员才知道有人困在里面 出了停车场,穿过House Rocky Valley Road 沿着Coyote Wash干河床往左走 约邻五英里后,留意右边有一条小路 我们差点又走过头 BLM给的第一张图片是长这样的 往右边的小路走,旁边会看到这个招牌 先翻越一座小山丘 然后开始穿越一片沙地 丘陵,朝着前面的石山走 沙地上有不少前人的脚印 这段路还很好认 前面有一片石山,要翻越这座石山 BLM给的第二张图片是长这样的 要从红箭头指的地方翻越石山 此处坡度较缓,踩着自然风化的石阶往上走 翻越石山后,是一大片岩石地 接下来的路,完全没有不到脚印做参考 要看图认路 BLM给的第三张图片是长这样的 与实际的景观还是很像 接下来的风景长得都很像 回程时容易走错路 时不时回头看看 注意四周环境的长相 沿着山脊,朝Twinbeats的方向往南走 BLM给的第四张图片是长这样的 夏天天气炎热,一路上少有阴凉地方 可以绕过Twinbeats往南继续走 可是实在太热,我们走直线,直接从中间穿过 穿过Twinbeats后,除了一片荒芜,还是一片荒芜 这是BLM给的第五张图片 波浪谷就在前面的山谷内 我们继续努力往前走 最后一段路的右边一连串白橘色条纹相间的山头 甚是美丽 而再过了千万年大自然的洗礼 不知又会变成如何惊艳的景色 这是BLM给的第六张图片 离波浪谷又更近了 红箭头指的地方就是波浪谷 我们出发的较晚,快到波浪谷时11点半左右 碰到有人已经往回走 回头一看,将近两小时的时间我们也走得蛮远的 最后一段的陡坡爬起来最吃力 有时沙子,天气又热,还好不是很长 陡坡的尽端就是波浪谷入口 这个转角处就是刚刚的入口 过了转角就是到波浪谷必拍的景点 还可以从旁边绕到较高处拍波浪谷的侧景 如同圆形的盆地,一步两个圆形圆圈 整个看起来有一点像巨型按摩浴缸 四周高低起伏的线条,很是梦幻 这是从高处看往波浪谷的方向 波浪谷的上方还有Top Rock Arch, The Algo, Melody Arch 只是坡度很高,怕摔倒受伤而作罢 想爬的朋友可以考虑绕到后面,从坡度较缓的地方上去 随意欣赏Wave附近的景色 这里除了Wave之外,还有Second Wave 只是没有找到,倒是看到这个长得像汉堡的石头 还是我们饿昏头了 最后天气太热了,还要保持一些体力走回去 决定放弃寻找Second Wave,达到回复 回尘路前面一段还好走,可以用Twin Beats为目标 这是BLM给的第七张 还有第八张回尘的图片 过了Twin Beats就要小心了,一步驻一路就会走歪 还好我们有用GPS,时不时会确认方位 穿过上面的一片沙丘,接到Coyote Wash前河床 向左转,约0.5英里,停车场在右手边 最后不要忘了再签道不sign out 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欢迎订阅,分享与按赞 谢谢支持,下次再会